看人不看脸,牢记鬼骨子这三条十人数,祝你看人不走眼,识破人心,免遭小人,算计佛学分说。 大家好,这里是佛学分说,点个订阅,佛学分说带你一起共同进步。 有人说,世上的鬼不一定比人更可怕,因为鬼一定是鬼,人却不一定是人,人当然还是人,只是有些人披着人皮,试了人心,丧尽天良不干人事罢了。 人心隔肚皮,谁也看不透表面的客套之下,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心思,猜不透它,是善是恶,这样才可怕。 鬼骨子曾经教导后人揣情述说,不离行,不拘法,视于无形,听于无声,奇相知善者也。 意思是说,想要看清楚一个人,不能流于表面,拘泥于固有的形式,要透过现象看本质,从细节去甄别性格,看穿品行,这才算是看人不走眼。 因为,执行而论相,馆中窥抱也,单纯从面向上去看人,那就如同从馆子里观看豹子,只能看到一点皮毛,见识狭小,看不到全面,防人之心不可无,在江湖中安身立命,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带眼识人,只有清楚地看清楚身边的人是人是鬼,才能防范于未然保护好自己。 进而学会,如何用人借力,成就事业,鬼谷子认为,看人不能看脸,而是要从下面三个方面去看人,才能不看走眼。 第一句,言语简者,其行名义,言语粗者,其行福而狂。 一般来说,精通事理关键的人,平时说话做事,都是平易而简洁明了的,而相反对于不懂人情事故的人,他们的发言,一般都是很夸张,很狂妄,还肤浅的,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,通过别人的话语,就可以大概知道别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,一个人的表达方式,往往在不经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性格。 与人相处时,一定要观察他的言行,如果一个人说得少做得多,说明他是有两下子的,相反,如果一个人一直强调自己有多会说,这样的人不可深交,他们不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你,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。 第二句,当断不断,必有祸乱,当断则断,不留祸患。 这句话是说,在该断的时候不断,肯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,正确的做法是,该断就断,才能不留下祸患,在一件事情结束,应当立即做出决断,不能优柔形式,比如我们熟知的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。 他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,与人相处时,一定要观察他的言行,如果一个人说得少做得多,说明他是有两下子的,相反,如果一个人一直强调自己有多会说,这样的人不可深交,他们不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你,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。 第三句,当断不断,必有祸乱,当断则断,不留祸患。 这句话是说,在该断的时候不断,肯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,正确的做法是,该断就断,才能不留下祸患,在一件事情结束,应当立即做出决断,不能优柔形式。 比如,我们熟知的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,他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。 三国时期,汉县帝四处逃亡,曹操和袁绍都是当时较为有实力的军阀,二人也都想将汉县帝接到自己身边方面,携天子以令诸侯,袁绍身边的谋士有两种不同的意见,比如,举授认为应当接过来,使诸侯听从自己,而郭图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。 面对这样的局势,袁绍优柔寡断,没有在第一时间决定出自己的想法,于是失去了称霸的大好机会,而曹操则不同,第一时间将其接到许昌。 成就了一番霸业。 这三个方法可以让你在最快的时间里面了解到一个人值不值,得身交值不值得信赖,在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戴着虚伪的面具,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正的,老话说日久见人心,但是如果一开始你认为它是值得信赖的,当你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它的时候它却放鸽子了,这个时候你才看清楚是不是有点晚了。 鬼骨子留下的这些识人之术,总结起来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做大于能说,是否果决勇敢,是否在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帮助你。 还要看它在醉酒之后表现出的性格,只有从多角度考量才能交到最合适的,对自己最有利的朋友,鬼骨子的谋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,最为直接的就是它的弟子们,每一个都鼎鼎有名,比如孙殿,比如商鸯,比如苏秦,由此可见,学好谋略之道在这个复杂, 社会中是十分必要的。知人知面不知心,想要真正的了解到一个人,要么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,要么就是有一些看人的小诀窍,而三点识人数,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将来,都可以帮助到你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认识到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。 而鬼骨子留下来的,其实不仅仅只是在这一方面的识人之术,还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大家去学习,同时还一生受用。 以上识人思想,只是鬼骨子思想中的冰山一角,除了这些思想,鬼骨子还提出观,知,等诸多立身要求,为后世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与其他大家相比,鬼骨子的思想更加注重实践性,因此,鬼骨子思想对日常生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。 鬼骨子思想中的观,知,等诸多立身要求,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观是指,人们要具备清醒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。 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变化,此观不仅仅局限于对外界事物的观察,还包括对自身的观察和反思,只有通过观察,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人,理解事物的真正意义。 知则是指,人们要具备广博的知识,积极学习不断充实自己。 鬼骨子认为,知识是人们判断事物与人物的利器,只有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,才能在真实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。 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个人的智慧。 而等,则是一种平和宽容的心态。 一种追求内心平衡的态度,鬼骨子认为,世界是矛盾而多变的, 只有在大道上坚守,不被外界情绪所左右,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 这种平静的状态能使我们更好地应对困难和挑战,保持内心的稳定。 这些鬼骨子思想的内核,不仅仅局限于识人的能力,更是对个人修养和生活态度的要求。 在当今社会,人们常常面临着各种困扰和挑战,而仅仅依靠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是难以安稳度过这些困难的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鬼骨子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。 首先,观察力是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的,只有通过对他人的观察,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别人的真实面目以及其动机和行为。 而了解他人,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们相处,并避免与其发生冲突,而对自身的观察和反思,则能帮助我们不断改进自己,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。 其次,知识是人们成长和发展的基石,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知识变得尤为重要,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,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而且,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野和思维方式。 最后,平和宽容的心态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挑战和困难。 在现实生活中,人们常常面临各种压力和不如意的事情,只有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,保持良好的状态,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困扰。 而内心的平静和自由,则是我们在困境中不放弃,不屈服的力量源泉。 综上所述,鬼谷子思想中的观,知,等诸多立身要求,不仅对识人有指导意义,更是对日常生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,只有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思想。 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他人,提高自身素质,面对挑战和困扰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由,因此,我们应该时刻牢记这些思想,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,享受到他们带来的益处,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迈向成功和幸福的人生之路。 感谢观看